珍惜每一秒 每一分钟 每一天 珍惜每一段缘 人学佛 忠孝非常重要 孝顺是我们学佛的根基之一 很多人不孝顺 很多人没有感恩心 很多人不把别人当回事 实际上一个人应该多一点感动和感恩的心 两年前有一个朋友和他一起吃饭 我是这个朋友告诉我的 和他一起吃饭 突然之间电话铃响了 这个朋友就拿起电话 讲了几句之后 心情非常的沉重 结果放下电话之后 大家就问了 你怎么不开心啊 没有 我妈妈病很重 他饭也不吃 马上就要回去 回家乡去 半个月回来之后 人瘦了一圈 然后呢 朋友问见 看见他之后就问 你为什么 这么瘦 你妈妈还好吗 他眼泪马上就出来了 他哭着说 没有见到妈妈最后一面 在把妈妈放进棺材的时候 他爸爸拿来一碗清水 里边有棉花 对他说 孩子 你把你妈妈的脚和脸洗一下 他用棉花沾着水 帮妈妈洗的脸和洗的脚 一边流泪 一边擦 请问我们大家 我们给自己的爸爸和母亲 好好地洗过脚和洗过脸 没有 而父母亲从小就帮我们洗脸洗脚 所以学佛人要懂得感恩 要懂得善念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如果没有感恩心 他学不好 他不会有佛心 所以希望所有今天在座的学佛人 我们多一点感恩别人的心 我们就会多一份慈悲之心 欢迎菩萨在心中 他教我善待众生 做人要不谈不言 成作山是西班尼 阿关世音菩萨 阿关世音菩萨 阿关世音菩萨